我们人第一不能犯业 第二犯了业要赶紧忏悔 有的时候别人对你的一次劝导 可以让你重新获得新的人生 所以有的时候你能够听别人的劝 那就是你的福气 如果你们到今天还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样 有很多的苦 那你就会越来越苦 所以最后师父跟大家讲 人有四苦 人的第一苦是看不透 因为我们什么事情都看不透 其实人际关系的复杂 纠结争斗 他都会有隐伤的 什么叫隐伤啊 隐隐约约看不见的伤痕啊 你跟这个人吵过之后 你说 虽然说哎呀没关系 我们开个玩笑 算了算了 会有隐伤的隐蔽的伤痛 所以一个人要学会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要学会平淡 知道任何的争执 任何的争斗 都会给你带来后遗症 所以最有智慧的人 要学会 宁静 所以一个是看不透 人第二个苦是舍不得 所以很多人舍不得 曾经过去的拥有 包括名啊 利啊 荣誉啊 这一切 都是在怀念当中 想当年我怎么样 想当年我怎么样 这个是一种虚荣 这个舍不得 会让你变得越来越颓废 越来越啊 提不起精神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啊 想到处听到 自己过去得意的掌声 而现在没有了 还在回忆当中 这个舍不得 过去的那些荣华富贵 会让你伤心伤肺 伤肝肠 第三 是输不起 我们很多人输不起 为什么 一输掉 感情就受到伤害 一输掉 觉得人生惨败 实际上 人生只要跌倒了 再爬起来 就没有跌倒过 而真正的跌倒 是当你摔下去了 你不爬起来了 或者爬不起来了 那才叫真正的失败 四 是放不下 我们人放不下 自己已经走远的人和事 我们过去曾经有很多好朋友 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 好人 用在心中记忆一辈子的事情 就像我们怀念 我们自己曾经的 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父亲母亲 一样 这些 我们放不下之后 只会给我们制造 心中更多的痛苦 所以学会放下 因为放下 会让你远离是非 因为放不下的人 永远在是非当中徘徊 所以学佛的人 有智慧的人 应该懂得怎么样来消除 这所有的 自己心中的障碍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 变得无挂碍 要心无挂碍 无挂碍 要懂得拥有智慧 一定能够战胜 人间的所有的烦恼 所以学佛的人 永远看得到未来 永远看得到前途 永远看得到光明 那就是我们的智慧 所以当你看到了困难烦恼 忧伤和嫉妒 那你就拥有的 这个负能量 在自己的心中 久久的不能磨灭 让自己心 藏身在痛苦之中 所以能够排除痛苦 排除万难的人 就拥有了精进的智慧 就拥有了忍辱的毅力 就会懂得什么叫守戒 就会懂得怎么样走向光明 远离黑暗